男孩发烧45度 母亲却把唯一的退烧药扔进垃圾桶 然后拿出自己制作的草药 将男孩泡进了装满冰块的浴缸中 而母亲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因为她在网上大肆宣传着自己有独门秘籍 终于男孩在她的不断折腾下成功诱发了癫痫 可让医生都没想到的是 当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他们发现男孩体内竟然有20多种致命病毒 而且其中有一种 就连精通医学知识的刑警阿宇都前所未见 随后阿宇对男孩的全身进行了检查 意外在腰间发现了一个疑似针孔注射的痕迹 于是她紧忙询问男孩的母亲这是什么 怎料她对于这些情况压根不了解 只会哭着请求医生救救她的儿子 正当阿宇打算进一步调查针孔的来源时 警员小夕这边突然接到了一群女性猝死的案子 令人意外的是 法医阿英经过对齐的尸检 竟也在体内发现了20多种类似的致命病毒 根据死者双肺严重萎缩的情况 她推测女人是因为短时间内的呼吸不畅 才最终导致了窒息而亡 起初她们以为这是心脏上或者某种器官破裂 从而诱发的病毒入侵 可阿宇对女人一番检查后 居然在手臂上也发现了和小男孩身上一样的针孔痕迹 这让谨慎的阿宇瞬间感觉到这其中必有关联 于是她立刻吩咐助理对针孔周边的血液进行化验 出来法医事后 小夕很快就通过容貌辨认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女人名叫郑元23岁 生前是一家设计公司的实习生 根据对她同事的了解 得知出事前郑元曾在公司加了一整夜的班 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她 不过小夕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察觉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她记得去死者的公卫勘察时 发现公司的其他同事以及总监对于郑元的死死毫不在意 甚至其中一个女人还对小夕表露出很大的敌意 结合这些可疑的现象 她认为这家公司的人很可能在故意隐瞒什么 阿宇这边也对两名受害人身上的针孔分别进行了检验 竟发现二者体内的病毒成分一模一样 并且传播速度快到让人压根来不及治疗 而这也就说明郑元真正的死因很可能是被人注射了某种病毒 让景元感到疑惑的是 她经过调查发现 郑元和那个小男孩之间压根没有任何的关联 那么凶手又是通过什么渠道 才会成功锁定到他们二人呢 为了尽快搞清死者生前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小夕找到了当初和郑元一同前来实习的一位女孩 不料询问后才得知 原来他们二人已经被公司的总监压榨很久了 大概在三个月前 她和郑元以实习生的名义被学校强行安排进了这家公司 从那以后总监就仗着高深的地位让他们每日每夜的加班 甚至还经常用不让顺利毕业的话题来威胁他们做事 所以女孩认为郑元肯定是被总监给害死的 得到线索后 小夕立刻找到了这位总监 而她这次的态度却与之前的完全相反 总监称她平常虽然对郑元二人管教的严格 但那也是为了他们好 听见她极其虚伪的话 无奈小夕目前没有掌握到实质性的证据 便在临走前把屋内的所有监控全部带回警局筛查 随后 警员小妍对公司的视频进行了一一观看 却发现郑元在最近一个月内因为工作量大 她就连吃住都睡在了工位上 看来总监对她的压榨已经到达了极限 不过在此期间 小妍并未发现有什么人给郑元注射过液体 而那位总监每天不是忙于工作 就是训斥他们二人 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过激的行为 因此她认为郑元应该是在别的地方被人注射的病毒 此时的另一边 阿宇在对血液中的成分化验时 无意间发现其中最厉害的一种病毒是来自动物身上的 可一般来说 想要达到这种情况的唯一途径 就是提取动物身上的血液注射到人体中 结合这一点 阿宇猜测凶手会不会再进行着某种活体实验呢 想到这里她的内心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阿宇认为假如她的猜想是对的 那么凶手极有可能会再次作案 第二天 医院里就紧急送来了五名口吐鲜血的病人 看到他们的病状和证源的非常相似 阿宇立刻对这些人展开抢救 可他们的速度哪里能比得过病毒传播的速度 没多大一会儿 这几名病人就相继离世了 然而让警方万万没想到 此时凶手面对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街上寻找目标 就在这时 她突然盯上了一个喝醉酒的女人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脖子就被瞬间扎了一针 一时间女人蹊跷流血地倒在地上 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大街上陆续很多人都纷纷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并且就连医院里也被各种无辜的病患挤满了 就在阿宇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寻找源头时 警员这边却带来了一个新线索 她从第一位受伤的小男孩口中得知 大概在三天前他们学校组织去影院观看电影 而当时她曾被座位上的什么东西给扎了一下 也是从那天开始 小男孩就出现了高烧不退和出血的状况 为了尽快确认这件事是否和案件有关 阿宇等人根据地址立刻来到了电影院 从负责人这边了解到 那天的确有个男孩在座位上面哭边说有东西扎他 但他检查后并未发现有奇怪的地方 阿宇听后便询问他为何当时不带男孩去医院 不料负责人支支吾吾地称 因为他们害怕被男孩的家长责怪 所以影院的领导才下令让他们隐瞒 随后 警员按照负责人提供的位置对座位进行了卢米诺扫描 果然在上面成功发现了一枚细小的针头 小妍经过对齐的化验 证实里面的残留物和那些受害人体内的病毒成分一样 看来这应该就是凶手为了实验故意放进去的 让小夕感到疑惑的是 如果凶手只在影院里投放了这些毒针 他又怎么保证其他人也一定会去呢 况且那位连续加班的证员平时就连公司门都很少出去 他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感染上的病毒呢 为了尽快确定他生前去过什么地方 小夕再一次找到了那位公司的总监 然而面对警方的质问 他却一直在担心自己有没有感染上病毒 丝毫没有把员工的死当回事 看到他如此嚣张跋扈的态度 小夕直接生气地质问他 证员有没有去过除了公司以外的其他地方 总监听后也被他的样子震惊到了 他回想一番后告诉小夕 证员每天中午都会去楼下的咖啡厅 因为那里前段时间兴进了几台按摩椅 所以公司的很多年轻人都会趁着中午去那边休息 得到线索后 阿宇立刻来到了这间咖啡厅 果然在按摩椅的缝隙中发现了一枚毒针 看着上面残留的血迹 阿宇不难猜测这里的人应该不止证员一个被扎过 为了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警员对咖啡厅以及影院的监控录像 全部带回了警局检验 随后经过三个小时的不断筛查 警员成功锁定了两名可疑的人员 看着监控里男生负责放毒针 而女生则在一旁观察路人 但由于他们二人遮挡得太严实 小夕经过对影院和咖啡厅那边的询问 也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眼看案子即将陷入了僵局 警员这边无意间在网上发现一篇热度很火的话题 而作者竟然是昨天在街上被凶手袭击的那位罪酒女 感到事情不妙 警方立刻将她带到了审讯室 经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他们二人是一个专门搞热搜的团队 昨天他们看到新闻上的病毒报道后 才突发气响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而其中那个罪酒女就是作者假扮的 阿宇听到这样的话内心不经变得五味杂粮 她想不到居然还有人不顾及其他受害人的感受 去做这么荒唐的事情 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面前的二人正在私下嘀咕什么 便急忙让他们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女孩思考片刻后告诉警方 昨天他们将热点发出去后 曾有个账号私信他们将视频马上删掉 可今天当女孩在想联系那个人时 却发现她的账号已经被注销了 眼看到手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阿宇又重新对毒真理最厉害的那一种动物病毒进行了分析 她查询了大量相关的资料 又结合每位受害人表现出来的发烧吐血等症状 最终锁定到一种名叫尼罗河的病毒 而一般这种病毒只有乌鸦或者麻雀等鸟类身上携带 很小几率会传播到人类身上 因此阿宇认为凶手正式提取了这些鸟类的血液 才成功研制出这种超级病毒 正在众人讨论时 警员这边也通过平台对那个注销的账号进行了恢复 意外发现这是一对情侣注册的 而这恰好符合了凶手也是一男一女的特征 经过仔细筛查 他们发现上面有电影院 咖啡厅以及解剖的小鸟图片 看来他们二人才是这起连环案中真正的凶手 就在这时 阿宇注意到图片中 男人的手背上有一次被鸟抓伤的痕迹 他突然想起之前去电影院勘察室 曾发现那位负责人手上就有相同的痕迹 难不成那个用鸟做实验的人是他吗 想到这里阿宇立刻让警员前去逮捕他 此时的影院内 患事做尽的负责人也被感染了这种超级病毒 警员无奈下只好先将他送到医院救治 由于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无法给阿宇提供另一位凶手的线索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谨慎的这张图片 来尝试辨认出女人的身份 警员将图片放大后 发现他脖子上的公牌上印着一个HB的英文字母 怀疑这应该是他公司的标志 一旁的小言听后却总觉得 他好像在哪个平台上见到过这个名字 于是他立刻翻看了之前的浏览记录 这也大概率说明凶手是个医护人员 阿宇对照片仔细观察后 意外发现他的手腕处还有个新型的纹身 这样一来他们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得到消息后 小夕带领警员来到了医院 经过查询得知此人名叫许芳 是一名病理科的护士 将他带到审讯室后 令警方万万没想到 许芳二人做出如此残暴的行为 竟然只是因为他们想在网上活一把 他称这一切起初都是男友杨浩的提议 当他把点赞量高的虐鸟视频拿出来时 徐芳一开始感到非常恶心 可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他也渐渐地和杨浩联手做起来 直到后来 不满足的二人决定用药物来给小鸟做实验 然后再想办法注射到人的体内 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却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 最终自作孽的杨浩因为感染上了超级病毒 不幸全身衰竭而死 深夜这几个作死的年轻人来到一间鬼屋探险 女孩进去后便直接坐在床边准备将直播打开 不料下一秒 她的脑海里竟突然浮现出两具身穿红色衣服的尸体 甚至嘴里还说出了很多非常奇怪的话 旁边的小伙伴看到后立刻将这诡异的荫幕拍了下来 随着网上对这起灵异事件的舆论很快就引来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意外发现视频中的那间屋子 竟然与去年的一起情侣自杀案有关 根据当时警方对现场的勘察 发现女主人朱莉在万圣节当天突然暴毙死在了家中 而男主人安杰则头套塑料袋死在了女友的身边 由于当时警方并未在屋内发现有过外人闯入的痕迹 而且在安杰的电脑里还找到一些有关殉情方面的话题 所以他们也只能先将这起案件暂时归总成了自杀身亡 让警员小如感到疑惑的是 视频中这个女孩除了在喊别杀我救命这种话以外 竟然还说出很多就连警方都没有发现的一些细节 再结合这起案件的种种一点 他怀疑这个女孩会不会和两位死者有关系呢 随后警方立刻将他带到了审讯室 可任凭他们如何质问 女孩却一直坚称他压根不认识死者 而且还不耐烦地告诉警员他之所以去那间屋子 是因为网上一直有流传着他闹鬼的事情 为此爱好探险的他才拉上小伙伴一起过去了 警员听后质问他去年的万圣节人在哪里 不料女孩称向他这种热爱鬼神的人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 他特意装扮成细些鬼在酒吧里玩了一个通宵 但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一年 女孩也想不起当时有什么目击证人可以为他作证 为了验证他的口供 队长老白找到了视频中的其他人员 却意外发现他们这里是一群专门热爱冒险的组织 平常除了爱去闹鬼的地方以外 就是喜欢捣鼓一些关于吸血鬼的装扮 看着面前这群五花八门的人 老白便询问他们是否认识安杰和朱莉 从其中两名男生口中得知 原来他们二人曾经也是这个团队里的成员 但自从安杰出事后剩下的他们三个就感到十分孤单 所以才招募了一些新人入会 而当时拍视频的那三个人正是上个月刚刚进来的新成员 正在众人谈话间 老白突然注意到其中一个女孩的面色有些难看 可还没等他向其询问 女孩就慌张地称他有点不舒服要先回家了 看着他可疑的行为 经验丰富的老白立刻追出门打算质问一下他 不料女孩在看到警方后 更是着急地表示他和死者二人不熟 对于当年的事情也压根不清楚 然而女孩的这一举动也让老白更加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得到线索后 警员立刻对这个团队进行了调查 得知那位女孩名叫徐佳 24岁 与死者朱莉生前是一对好姐妹 而当时的团队里除了他们三人以外 还剩下魔术师沈灵和理工男王彤辉 另外警员在调查去年的社交平台时还有了一个新的线索 他发现徐佳其实一直暗恋着朱莉的男友安洁 并且从之前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他在有意地接近安洁 再结合刚才徐佳对警方撒谎一事 老白认为此人有必要调查一番 可就在他们准备出门时 警局里却突然来了一位自称和视频中女孩见过的男人 他告诉警方自己原来是酒吧里的一位服务员 而去年万圣节当天他非常清楚地记得 自己曾被一个身穿西斜鬼衣服的女孩吓到过 所以当他得知这个女孩被警局扣押时 才特意跑过来想要为他作证 看到他已经有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立刻将女孩王瘾释放出狱了 随后 老白找到死者安洁的父亲了解情况 不料他在得知警方要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是表现得十分感激 他称乙儿子开朗的性格是不可能会自杀的 而且案发时的前一天 朱莉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所以父亲认为这两个人在最幸福的时候 又怎么会突然殉情呢 一旁的老白听后也想起之前在调查现场的监控时 发现案发当时的那几分钟曾被人恶意地删除了 因此他怀疑这起案件应该是人为造成的 为了尽快让徐佳说出实话 女孩王盈想到一个办法 他让警员们假扮成了一群举办恐怖派对的人 自己则利用成员的身份将徐佳骗了过来 等派对开始后 警员在王盈的配合下假装被死者二人的灵魂附身 并且大声呵斥王盈为何要杀害他们 果然他在看到这样的场景后被吓得差点哭出来 他害怕地告诉警方自己真的不是凶手 从王盈口中得知 万圣节那天他因为安洁求婚的事情感到很不开心 所以他便来到安洁的家中打算和他摊牌 不料刚走到门口 他就注意到窗户边有一个黑影闪过 下一秒他竟看见安洁二人死在了床上 因为他曾与朱莉有个约定 如果他们谁被人杀害了 就在临死前将手蜷缩成胡爪的形状 所以当他看到朱莉的手势 才意识到他是被人谋杀的 但是后来他担心被那个黑影报复 才选择对警方隐瞒 得到线索后 众人立刻对当年的卷宗进行了调查 得知安洁二人的死因都是窒息而亡 但是法医经过检查 发现他们的颈部和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勒痕 因此警员怀疑他们应该是被凶手捂住口鼻造成的窒息 可仅凭徐家的能力是不可能打得过安洁 为此老白认为他应该不是真正的凶手 眼看案子即将陷入了僵局 警员根据地址来到了案发现场勘察 经过一番检查后 他们发现窗户边并没有落脚的地方和攀岩的痕迹 警员疑惑到案发是凶手是如何进来的房间呢 而徐家口中的那个黑影又到底是什么呢 此时的另一边 王盈正走在大街上突然被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企图伤害 幸好警员碰巧从这边路过才将他解救 可当他们把男人的口罩摘下来时 竟发现他是团队里的那个理工男王鹏辉 而他在看到王盈后却表现出一副很急迫的样子 从王鹏辉口中得知 其实他已经暗恋朱莉好多年了 所以自从他死后自己就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直到他听说朱莉可以附身到王盈身上时 才想着来找他说几句话 看看是否可以让朱莉的灵魂听见 看着他神神叨叨的样子 警员担心他会伤害到王盈便直接将他赶走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 独自逛街的王盈竟再次遭到了王鹏辉的骚扰 他拿出蛋糕给王盈道歉 并且要求他立刻吃下去 感到事情不妙 王盈刚想逃跑就被他按在了地上 之后王鹏辉就狠心地将蛋糕全部塞进了他的嘴里 就在这时 远处一个接听电话的男人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 最终陷入昏迷的王鹏被路人发现才警王送到了医院救治 等医生抢救完后 众人才得知刚刚王鹏吃下去的蛋糕里含有剧毒的成分 不过好在医生对他及时洗胃才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随后 警方立刻将王鹏辉抓到了审讯室 警员将剧毒的检验报告放在他面前 并且质问他是不是因为杀害了安杰心虚才想把王鹏也一起灭口 不料王鹏辉着急地称他那么喜欢朱莉又怎么忍心杀害他呢 从他口中得知 原来在万圣节的前几天他就知道了安杰要求婚的事情 所以王鹏辉为了强迫朱莉不答应才对他做出了侵犯的行为 而前几天他在网上看到王鹏和朱莉通灵的视频 因为害怕侵犯的事情败露才想着对王鹏下毒手 得到线索后 老白对王鹏辉万圣节那天的行踪进行了筛查 意外发现他当时一整天都在家里的中药铺帮忙 而在那之后他就直接回家睡觉了 看来王鹏辉的确没有作案的时间 另外小鹏也对案发现场附近的住户进行了排查 却意外发现那天楼下的两户人家都碰巧有事出去了 而且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 为了尽快搞清这其中的缘故 小鹏带领警员找到当年在一楼的住户 经过一番询问后 他们也想起那天是因为邻居家的侄子 送给了他们一张最新版的足球票 所以他们便收拾东西去外地观看比赛了 小鹏听后便询问他们邻居家的侄子叫什么名字 不料男人思考后称他也忘记了 不过他记得对方好像是一个魔术师 这句话也让小鹏不禁想到了那位变魔术的沈灵 难不成这件事情和他有关吗 随后老白根据地址找到了沈灵的叔叔 从他口中得知 72楼的那层房间是侄子主动租给他的 因为价钱便宜在家上都是亲戚 所以他们便直接签下了五年的合同 老白听后询问他去年的万圣节当天人在哪里 不料叔叔想都没想告诉警方他肯定回老家了 因为万圣节的前一天就是他女儿的生日 所以他每年的那时候都会特意回家几天 回到警局后 警员立刻对沈灵展开了调查 竟发现他除了魔术师的身份以外 竟在私下还获得过很多攀岩的冠军 之前警方就一直想不明白凶手 是如何在没有支撑力的情况下进入屋内的 现在想想他完全可以将攀岩用的铁丝挂在顶楼的天台上 这样一来就能凭借自身的力量 轻而易举地进入死者的屋内 再结合沈灵与叔叔之间的关系 他肯定提前就知道了叔叔要回老家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他只需要一张足球票便 可以将一楼的住户也打发出去 结合以上的种种线索 老白认为这个沈灵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可正当警员准备前去提审他时 沈灵竟然主动来到了这里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老白自己不是凶手 并且还拿出万圣节那天参加派对的照片和名单 沈灵称他早就猜到了警方正在调查 所以他干脆直接跳过刘成江不在场的证据拿出来 说完他就非常嚣张地走出了警局 老白见状立刻对他提供的资料进行了验证 却发现他当晚装扮的魔头角色现场至少有六个 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化着妆根本看不出面貌 因此老白猜测他提供的这些证据 很可能在试图混淆警方的办案 所以并不能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 另外小如在调查的过程中 还得知沈灵之前曾涉嫌了一起凶杀案 当时有一个扮演丧尸的男人被人意外害死在现场 之后警方进行了大力排查和走访 最终锁定到嫌疑人正式审议 但由于始终找不出他杀害对方的实质性证据 所以这一年来也只能让沈灵一直逍遥法外 为了尽快破案 警员立刻对网上的视频和监控进行了筛查 意外在上面发现了一段 沈灵和死者安杰在吵架的视频 从二人的口型中可以看出 他们正在为了一个手套争吵 并且他发现沈灵的手里还拿着一只带有血迹的手套 在结合警方之前一直找不到他杀人的证据 警员猜测这只手套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看来安杰应该是知道了沈灵杀人的事情后才被他灭口的 就在这时 在外买东西的老白二人回来了 可正当警员想要告诉他们发现的证据时 老白却突然做出了一个闭嘴的动作 原来就在刚刚 小如无意间发现他的手机被人安装了窃听器 而今天警局只来过沈灵一个外人 因此小如猜测应该是他偷偷装上的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老白决定要给沈灵上演一出好戏 他故意对着手机说出了警方发现的证据以及那只带鞋的手套 并且还让小如现在就去死者的家里找出证据 果然在另一边听见的沈灵内心开始慌张起来 就在他准备赶往现场时 刚好撞见了在楼下守株待兔的老白等人 最终在警方提供的种种证据下 沈灵不得不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年安洁亲眼目睹了他杀人的场景 原本沈灵想用钱来将他收买 可没想到他竟然一次又一次地变本加厉 甚至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沈灵的承受能力 所以他一气之下便决定要把安洁斩草除根 万圣节那天他提前将楼下的邻居忽悠走 然后利用云线爬到了安洁的屋内 等他把人捂死后才刚准备离开 却突然发现安洁的女友朱莉也在 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便将他也一起杀掉了 这个勤奋的女人日复一日照料着残疾的丈夫 殊不知身后的男人正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往阳台爬 下一秒他竟然毫不犹豫地从18楼跳下 不幸当场失血过多而亡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勘查了现场 却发现阳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抓痕以外 并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 原本他们以为这只是男人不堪忍受疾病导致的自杀 可法医阿英在检查尸体时 却发现死者的舌头以及胃里都呈现出了黑紫色 而这都与食物中毒的症状十分相似 因此阿英怀疑男人的死痕可能不是自杀 随后他们对死者的心脏以及器官分别进行了检验 根据上面部分衰竭的现象 阿英发现死者的器官已经完全退化 看上去就像一个60岁的老人一样 再结合对心脏切片的检查 他猜测死者在坠楼前就已经出现了心力衰竭等症状 让刑警阿英感到奇怪的是 他在死者的腰间还发现了一处不规则的伤痕 看上去应该是一种带有小孔的力气造成的 然而具体是什么他们暂时还无法预测 随后警员小夕对死者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男人名叫刘军41岁 资料上显示他在10年前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这种病会使他的四肢慢慢融化变形 最终导致全身瘫痪 而刘军的双腿在三年前就已经不能行走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妻子王倩贴身照顾着 经过对目击证人的询问 他们都称王倩每天都过得很不容易 因为他不仅要照料着残疾的丈夫 甚至连女儿也在刚出生就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 可王倩面对这样的生活非但没有抱怨 反而还把他们二人照顾得干干净净 另外小夕经过调查 得知案发当时只有死者和他的妻子二人在家 所以他认为王倩应该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了了解到更多与案件有关的细节 阿宇二人来到了死者的家中 从王倩口中得知 今天上午丈夫突然提出想要吃他做的鱼 所以他一早便去买食材准备了 可没想到就在他切菜的功夫 身后的丈夫竟然爬到阳台上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 小夕询问他刘军生前有没有吃过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或者药物 王倩回想片刻后肯定地称没有 因为平常家里人都是一起吃饭的 而且丈夫的药也都是从正规医院里买的 王倩告诉警方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艰苦 不过好在他和女儿一直陪在丈夫的身边 所以他真的想不明白刘军为何要选择跳楼 看着情绪逐渐激动的王倩 小夕为了不再刺激他也只好暂停了询问 出来死者的家后 他们在路上恰好碰见了王倩的邻居 太遗憾地告诉阿宇 其实刘军多年前还是一位海上的船员 后来他才被病痛折磨不得已坐在了轮椅上 从那以后他的妻子便只能在家做一些手工玩偶来维持生计 为此接访邻居们知道后还特意过去买了很多 一旁的阿宇听后心中不禁充满的疑惑 他认为这一切好像发生得太过于美好 可死者身上呈现出的中毒反应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他们二人根据地址来到了刘军生前看病的医院 准备找到他的主治医生了解一下情况 不料却从护士口中得知 主治医生宋明在前不久回家的路上遭遇了劫匪 不幸遇害身亡了 得到线索后 警员立刻对宋明展开了调查 得知他在十天前的晚上被人无意间发现死在了一片空地上 根据当时民警对现场的勘查 发现宋明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手机钱包等值钱的物件 因此他们怀疑凶手是抢劫杀人 另外警员还对宋明在医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却发现他在治疗刘军的过程中曾多次修改了方案 甚至就连已经准备好的手术也临时取消了 结合这些可疑的现象 阿宇总觉得宋明的死有些蹊跷 他猜测这会不会和刘军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正当他们准备展开下一步的计划时 阿英这边却在刘军的尸体上有了新的线索 他经过对其的重新检验 竟发现死者的颅骨以及耳膜处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根据事般的变化 阿英推测这些伤痕应该是在半年内被人殴打形成的 这也就说明刘军生前曾遭受过非人的虐待 他猜测这个人有可能是与死者每天朝夕相处的王倩 另外警员李雪还对刘军老家那边进行了调查 意外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从民警口中得知 大戴在十年前刘军的母亲突然发疯似的跳进了自家的库井内 然而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刘军的父亲以及凶嫂等人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丧失了生命 为此整个家里只剩下了王倩一家三口 而刘军的罕见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听着这么玄幻的事情 阿宇自然是不相信 于是他和小夕李雪等人去车来到了刘军的老家 然而刚一进门 他们就发现桌子上布满了蜘蛛网 看来王倩二人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小夕环绕四周后在一面墙上发现了粘贴过的痕迹 等他将墙面撕开后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条通往阁楼的密室 经过一番检查 小夕在箱子里找到了很多干枯的花瓣 正当他疑惑王倩为何要搜集这些时 李雪却在另一个箱子里发现了很多编织过的玩偶 就在这时 他想起了在王倩的家里也曾看到过这些 而且他还一直在对外售卖 可看着箱子里的玩偶都是一家三口的被摆放好 李雪猜测这很可能代表了某种特殊的含义 随后阿宇等人带着东西正准备回警局时 意外在路上碰见了一个采药的大妈 从他口中得知 自从刘军的父母死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这家友人过来 不过前段时间他们这边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男人在午休时突然被人剪掉了指甲 当时曾有人看见过那个神秘人藏进了刘军的家中 不过后来这件事没有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太在意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警员这边对宋明生前常去的酒吧进行了调查 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员称 他之前经常看到宋明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喝酒 而且有一次他们还发生了争吵 警员听后拿出了王倩的照片让他辨认 不料服务员告诉他那个女人全程戴着帽子有点看不清楚也 不过他认为女人的侧脸倒是和照片上的十分相似 回到警局后 阿宇立刻对待回来的玩偶进行了检查 发现上面的部分零件竟然是来自人的指甲 他回想起大妈口中提到的怪事 在结合王倩做的玩偶阿宇猜测那个神秘的女人很可能就是他 让小夕感到奇怪的是 他不明白王倩为何要做那些玩偶 而且刘军父母的死又会不会和他有关呢 正当众人讨论案件时 警员这边对死者体内的毒物检测报告出来了 经过化验可以证实他在生前大量吸收了一种名叫万年轻的植物 这种植物中含有致命的毒素 如果人长期服用就会变得神志不清以及瘫痪 而刘军的身上就和这些症状完全吻合 因此警员猜测这种植物很可能就是刘军等罕见病的原因 可见这一切都和王倩脱不了干系 为了尽快抓住真凶 警方立刻将王倩带到了审讯室 可面对小夕的质问 他却十分淡定地称作那些玩偶只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 而那些指甲也是他无意间在路上剪的 因为觉得好看才贴在了玩偶上 小夕询问他万年轻的事情 不料王倩称他压根没听说过这种植物 他告诉警方丈夫的病是他在海上坐船员时留下的隐患 这些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看着对方如此强硬的态度 小夕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也只好让他离开了 眼探案子即将陷入了僵局 阿宇在整理刘军家里带回来的物件时有了新的线索 他发现当时那些干枯的花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花 而正是他们一直寻找的万年轻根部 此时的另一边 小夕也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试检的过程中 他就一直想不通那些小孔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直到刚才警员在里面化验出了死者本人的皮屑组织 才得知这些小孔是刘军故意抓伤的 于是小夕对伤痕处进行了检查 竟意外发现他的排序很像是一种摩斯密码 再结合刘军生前在海上工作的特征 小夕猜测他很可能是想通过摩斯密码来给警方传递消息 随后他利用所学的知识立刻对其进行了破解 发现刘军在里面提到了妻子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的人 而且他们的女儿也是被王倩所害的 听到这样的结果 众人立刻明白了他们之前发现的种种 李雪告诉众人那些玩偶和指甲应该都是王倩在神志不清下做的 根据那些小人的摆放顺序 他猜测王倩的内心或许认为家里就应该是三口人 所以他才设计将刘军的父母以及凶嫂全部杀害 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慌张地跑进来撑刘军的尸体被王倩偷走了 从他口中得知 刚才他们把尸体运到了殡仪馆后便准备休息一下 可疑六烟的功夫竟然不见了 查看监控后才发现是王倩偷走了 正当警员们思考他下一步的去向是 一旁的李雪突然想起了发现王偶的那间老房子 他猜测王倩会不会是带着刘军回家了吗 得到消息后 警方立刻动身前往了刘军的老家 然而刚一进门 他们就看见王倩把刘军和女儿打扮成了和王偶一样的装扮 而且面前还放着一杯喝过的液体以及致命的万年轻 看来王倩是想把他们三人彻底封存在这里 阿宇见状立刻对王倩进行了检查 却发现他早已经停止了呼吸 不过好在女儿解救的急事才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随后警方对小女孩进行了心理上的催眠 才知道了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原来多年前父亲在海上出轨了一个女人 这件事也让母亲的精神分裂更加严重了 所以他为了让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才用万年轻让刘军瘫痪 从那之后他便每天对女儿洗脑 向他讲述父亲的各种恶行 为了不让刘军的病可以治好 他甚至还让患有自闭症的女儿 砸死了医生宋明 直到案发那天王倩发现 刘军仍然想尽办法要逃出去 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再次催眠了女儿 让他亲手将父亲推到了楼下 这个女人正在下班回家的途中 不料下一秒 她却感到了身体非常的燥热 然而还没等女人来得及呼救 她的全身竟然瞬间变成了一个燃烧的火球 等旁人合力将火扑灭后 女人早已在火焰的吞噬下 被烧成了一句交谈 这场离奇的自焚事件很快就引来了警方的注意 可当刑警小夕对现场一番勘察后 却并未在车里找到任何的助燃剂成分 而且当时在场的目击证人也都称女人独自在车上 压根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人 将尸体带回警局后 法医阿英竟发现起火点是从女人的体内开始燃烧的 这让从事法医这么多年的她感到了非常意外 因为她也只是在脂肪厚重的动物身上见过一次 可仅凭死者这般瘦弱的身材又是如何达到的呢 随后阿英对尸体进行了全面检查 在皮肤的表面并未发现引起焚烧的起点 将死者的胸腔打开后 阿英竟发现里面的内脏全部跟主熟了一样 而其中最严重的在于死者的肝脏部分 根据燃烧的程度以及器官的前后顺序 阿英推测导致死者自焚应该是肝脏引起的 然而经过一番检查后 他们没有在体内找到任何有关于助燃的粉末 可假如死者自焚是受到了环境或者车内的气温影响 又为何在众多的车辆中只有他一人被焚烧呢 为了找出这其中的具体缘故 警方找到了著名的破案专家韩宇来帮忙 他对死者的下半部分进行了检查 很快就在伤口的内侧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般来说人死后的淋巴结会迅速变成白色 可这具尸体呈现出来的却是紫色 并且在死者的肝脏部位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结合以上的线索 韩宇猜测死者突然的焚烧肯定不是意外 随后小夕二人根据地址来到了死者张岩的家中 在桌子上他们找到了治疗心脏和一些抑制未酸的药物 除此之外韩宇还在冰箱里发现了海带 香蕉等食物 结合这些东西 他猜测死者生前很可能做过心脏移植的手术 因为这类患者在平常不能吃有盐分钾或者预热的食品 所以他的冰箱里都是没有这种成分的 再加上他们发现的抑制剂也是专门为了手术后抵抗副作用吃的 因此韩宇推测死者服用的这些药物会不会和他的自焚有关呢 为了尽快找出死者遇害的原因 他立刻对所有的化学物质都一一进行了比对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刚才在来的路上 曾听小夕抱怨过清洗汽车的玻璃水被厂家加入了乙醇 所以经常能在车里闻见一股酒精味道 想到这里他终于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 于是他立刻召集了警局的人员 韩宇告诉众人死者自焚的原因很可能是挥发乙醇导致的 经过对尸体上紫色成分的化验 警方发现这是来自一种极其罕见的三甲胺 这种物质一旦吸入体内便会覆盖在肝脏上 根据对车上记录仪的筛查 韩宇发现死者在案发时曾喷过含有酒精的玻璃水 这也就说明其中的乙醇成分就会顺着车身成功让张岩吸入体内 再加上之前残留的三甲胺 二者一旦结合便会引起巨大的燃烧效果 所以死者的肝脏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自焚现象 让韩宇感到疑惑的是凶手又是如何在死者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 将三甲胺注入到了他的车内呢 警员经过对生产这种物质的地方进行了调查 发现国内总共有两家实验室在做研究 他们分别是三菱医院和一个名叫大东化学的公司 正在警员们对案件分析时 韩宇突然接到了小夕的电话 得知在一栋别墅里又发现了一具被焚烧过的男尸 得到消息后韩宇立刻赶到了现场 然而刚一进门他就闻见了一股浓烈的酒精味道 并且也在伤口处检测到了同样的紫色成分 令韩宇感到意外的是 他在死者的下腹部竟然也看到了做过移植手术的痕迹 看着桌上相同的抑制剂 这不禁让他想到了两位死者之间的关联 就在这时 警员也查到了死者在前不久去三菱医院做过肾脏移植的手术 而且和之前张言去的是同一家医院 为了尽快查清案件背后的真相 韩宇二人找到了当时做移植手术的主治医生 可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却用无所谓的态度告诉韩宇医院每天做手术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根本记不得张言这两位患者的具体情况 韩宇听后质问他管理病人的档案在什么地方 他称一般都是直接交给有权限的院长管理的 不过他这几天因为工作的变动去外地出差了 恐怕要等两天后才能回来 随后他们二人又来到了负责管理三甲案的实验室 意外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大代在一个星期前实验室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断电了 可等恢复以后 他们竟发现有将近十毫升的三甲案被人偷走了 因为这件事情会牵涉到很多责任 所以实验室里为了名誉才选择了对外界隐瞒 在回警局的路上 小夕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对方威胁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并且称作完这一切之后 他会主动自首的 一旁的韩宇立刻对来电的号码进行了监控 却发现对方的位置就在这附近 可还没等他们开始寻找 身后的高楼上竟然掉下来了一个浑身被火焰包围的男人 警员见状立刻上前打算救人 然而火焰在酒精的作用下越烧越旺 最终男人还是不幸死亡了 可当警方看到他的面部时 竟发现死者正是他们刚才询问的那位主治医生 随后韩宇来到了死者生前掉落的楼顶 经过对现场的检查 他在地上发现了很多散落的化学物品 其中包含了很多做实验用的三甲氨和蒙元素 可见凶手是一个非常精通化学知识的人 回到警局后 韩宇对死者进行了全面试检 结果果然和之前的两起案件一样 死者都是被凶手用三甲氨和乙醇烧死的 不过韩宇却察觉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 他发现前两位死者都曾接受过器官移植的手术 而这位死者又是当时的主治医生 所以他认为这三个人的遇害都和器官脱不了干系 警员猜测会不会是贩卖器官的黑市做的 可韩宇听后却不这么认为 假如黑市上的人是因为器官而杀害死者 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动手 又为何要多此一举地进行焚烧呢 而且这样的话被烧伤后的器官也同样不能用了 韩宇想到了在天台上发现的那些化学用品 他猜测凶手在平常应该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东西 而这与那间实验室的丢失事件很可能有关联 为了尽快找出真凶 韩宇二人再一次来到了实验室 他们向同学询问自从发生丢失后这里有没有比较可疑的人 他思考片刻后忽然想起了前几天辞职的王胜 同学遗憾地告诉警方其实王胜的命运很坎坷 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患上了重病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非常努力 并且每个月都会把发下来的奖学金拿给母亲看笔 最近他没日没夜地在研究一个新的项目 可当王胜好不容易完成可以获得出国的名额时 不料被教授告知有一个权威高深的人要顶替他的成果 而且老师除了表示遗憾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所以当时王胜一气之下便从实验室辞职了 而他走的当天晚上这里就发生了三甲安倍道的事情 此时的警局里 助理在试检时有了新的发现 他对死者体内被捐献的器官分别进行了比对 意外发现这些都是来自同一个捐献者的 就在这时 警员也对王胜的母亲进行了调查 却发现他在一周前突发疾病死亡了 根据档案上的显示 得知王胜的母亲在救护车还没拉到医院时 就已经病情恶化在路上去世了 另外他还对二者的基因进行了比对 发现死者生前被捐献的器官正是来自王胜母亲的 结合这些线索 韩宇猜测这个王胜很可能因为母亲的器官而痛恨这些人 因此他具有充足的作案嫌疑 随后韩宇二人来到了王胜的家中 看着地上散落的物品以及被翻动过的迹象 可见王胜已经赶在警方来临前就逃走了 经过一番搜查后 韩宇在箱子的最底层发现了一瓶没有用完的三甲案 如此看来 他正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之后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碰巧遇见了王胜的邻居 从他口中得知 前不久他还碰见了去买菜的王胜母亲 当时他的病情就已经严重的连路都走不了 邻居称王胜母亲得的病是重度脊椎炎 这种病虽然会压迫神经最终导致瘫痪 不过好在不会威胁到生命 而他这么多年来也在儿子的孝顺下过得很开心 随后众人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分析 警方调查了王胜母亲在医院的病例 意外发现里面的内容全部被人恶意删掉了 听到这一结果 韩宇猜测王胜母亲的突发疾病 很可能是被医院编造的谎言 而目的就是为了用他的器官来变相挣钱 可是王胜已经杀害了三个人 他的下一步又会是谁呢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出差的院长 韩宇猜想到医院里警评织医生的权利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这背后很可能有院长的支持 于是警方立刻根据地址前往了院长的家里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院长刚刚出差完回到了停车场里 正当他拿着行李准备回家时 王胜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王胜就一把抓住他的脖子按在了车上 并且掏出液体准备注射到院长的体内 就在他快要成功时 幸好警方的及时赶到才成功阻止了王胜继续作案 将他们带回警局后 小夕对院长进行了审问 经过对办公室的搜查 他们在保险柜里发现了大量的现金 以及两份器官移植的同意书 而且在医院的系统里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病例 可见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院长 听着小夕的分析 院长思考片刻后缓缓地告诉警方 其实王胜的母亲是自愿捐赠的 大概在一周前张颜二人因为病情严重恶化找到了院长 他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移植手术 而且还答应如果成功就可以给他非常多的钱 可这件事却让在门外看病的王胜妈妈听见了 他独自找到了院长 表示他愿意自愿提供心脏和其他器官 只要让院长可以拿出一部分的钱 交给他的儿子出国念书 之后他便自愿签订了器官移植的手术 不过院长在事后并没有履行诺言 他想到人都死了 而且也没有看到王胜来闹事 所以他就以出差的理由去外地放松心情了 看着面前厚颜无耻的院长 小夕的内心非常生气 同时还替王胜感到了不值 随后韩宇二人对王胜进行了质问 当他们把院长的话申诉了一遍后 不料王胜称他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因为从始至中母亲都是被他们几个人胁迫的 自从母亲在救护车上突发疾病后 王胜就感觉到了这中间不对劲 因为他前几天的身体还很明朗 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死亡 于是他便找到了当时开救护车的司机 在王胜的威胁下他才说出了这其中的阴谋 原来那天母亲和往常一样去医院拿止痛药 不料主治医生了解过他的情况后 意外发现母亲的各个方面都符合了器官捐赠的条件 所以他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院长 之后他们达成共识并且伪造了母亲的签字 几天前司机和医生趁母亲独自一个人时 用免费治疗疾病把他哄骗上了车 然后就给母亲注射了药物让他昏迷 等器官移植成功后 院长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母亲归为疾病死亡了 所以孝顺的王胜在看到母亲的遭遇后 才用化学知识策划了这起连环案 这天警方接到了一家旅馆的报案 他们在房间内竟发现了一具死状凄惨的尸体 警员经过对尸体的初步勘察 发现女人的全身布满了恐怖的伤痕 并且死后还有被人焚尸过的迹象 法医白哥对死者的鼻腔进行了检查 他发现棉签上的红色血液还没有完全变黑 这也就说明死者是在被人杀害后才进行的焚尸 凶手这样做 无疑是想用焚烧来掩盖留下的线索 就在白哥把尸体翻过来时 他们却看见女人后背上的肉竟然被挖了下来 面对如此残暴的作案手法 警方还是第一次见 助理大宝在墙壁上发现了一枚断裂的指甲 他猜测这应该是女人在被凶手制服时 为了想要摆脱他才在墙壁上留下的痕迹 大宝推断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正在众人谈话间 白哥竟在地上发现了一处鞋印 经过测量确定这是来自一个男人的脚 可让白哥感到十分疑惑的是 他在女人的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这也就证实凶手在作案的过程中 反复清理过尸体 可他又为何会把这么重要的鞋印留在现场呢 这中间明显出现了相互的矛盾 白哥看着脚印心里却有了一个想法 难不成这是凶手故意留下的吗 他这样做摆明了是对警方的一种示威 随后警员大雄经过对死者社会关系的调查 得知女人名叫郑熙珠22岁 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可是深更半夜 他又为什么独自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一旁的旅店老板告诉警察 昨天晚上大概十点钟郑熙珠来到了前台登记 当时并没有看见他有同行的人 因为旅店的位置比较偏僻 平时的入住客人不多 所以老板为了节省成本 就把门口以及走廊的监控全部换成了摆设 听到这里 警员们隐约间感觉案子可能会有些棘手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在附近的一栋拆迁楼里 居然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然而就在白哥刚刚赶到现场时 他竟看见一个女人被吊死在了半空中 这惊悚的一幕 不禁让两位助理心里紧张了起来 来到现场后 白哥一眼就观察到了女人身上穿的红丝袜 他突然想起两个小时前郑熙珠被杀害时 他的身上也同样穿了红丝袜 这让白哥不得不想到连环杀手的可能 在对死者经过初步的检查后 白哥却在死者的颈部发现了环绕勒痕的迹象 这也就表示 凶手是先将人杀害后才伪装成了上吊自杀的假象 就在这时 警员在旁边的地上发现了一处脚印 经过大宝的提取 他却发现两个案发现场的鞋印竟然一模一样 一旁的白哥听后紧忙查看了死者的后背 果然在上面看见了两个触目惊心的伤口 而且和郑熙珠的后背位置一样 如此看来 白哥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就是一场恶性的连环杀人案 回到警局后 大雄经过对两名死者的调查 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任何的关系 唯一同样的一点 是死者二人生前都穿了红丝袜 大雄猜测 凶手很有可能对红丝袜有某种程度上的刺激 才会使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案 从郑熙珠被杀害的现场到另一个地方 中间的路程最少也要30公里 凶手又是如何在五个小时内完成杀害 以及抛尸的过程呢 就在这时 一旁的检察官英硕 心中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凶手会不会是连续杀人呢 他想到一般连环杀手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冷却期 而这个过程最少为一周 甚至半年 可是这个凶手却不一样 他仅仅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完成了两起案件 那么按照时间推算 下一个受害人很有可能就是两个小时以后 而这期间凶手完全没有时间寻找目标 所以他一定是随机的连续杀人 英硕的这一想法 立马惊动了整个办公室的人 由于案件的性质十分恶劣 局长马上下令要尽快抓到凶手 绝对不能让他再一次作案 而此时的法医事理 白鸽正在对正希珠进行着尸检 他根据死者颈部的勒痕 以及眼球上的出血点 初步判断这是典型的窒息索 在死者的右手上 白鸽还发现了一处勒痕 他猜测这应该是死者当时反抗造成的抵御伤 随后 助理圣元对第二具尸体进行了检查 可他却发现死者身上的瘀伤和点状出血量都特别少 这一点明显不符合常理 根据现场的图片 他推断凶手是利用了施工线布置的封闭式锁扣 在死者的颈部上 圣元发现了环绕性勒痕 可是上面却没有手指按压的痕迹 如此看来 凶手在作案时是戴着手套的 可当颈部CT的结果出来后 却让他们都大吃一惊 死者的第四节颈椎竟然骨折了 而且还是绞形式的扭曲 可是通常情况下的窒息死亡 是不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 就在这时 白鸽居然在死者下身发现有过被伤害的痕迹 他们不敢想象 死者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导致他的身体变成这样 随后 白鸽对死者背部的伤口进行了检查 他发现伤口的长度居然有14公分左右 根据深度以及伤口的皮板反应 白鸽认为 这应该是一把锋利的钝器造成的 然而就在这时 警员再一次接到了报案 得到消息后 殷硕等人立马赶到了案发现场 在塑料袋里 警方只找到了两只断裂的脚 并且还有一条被鲜血浸泡的红丝袜 现场果然验证了阴瘦的猜测 凶手在时隔两个小时以后又一次作案了 尸块带回警局后 圣元立马对其展开了尸检 他发现伤口的切割面非常整齐 并且骨头与肌肉是分别切断的 根据伤口断裂出的皮板反应 圣元断定这只脚是受害人活着的时候被截肢的 而且凶手还是慢慢的一层一层切割 如此看来 凶手当时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 他的变态程度恐怕远远超出了警方的想象 随后圣元经过对第二具死者的深度尸检 他却发现死者的内脏以及肝脏 都已经出现了肝癌的迹象 并且也在死者的体内检测出了 类似于马菲的止痛药 一旁的大宝也对正希珠的尸体进行了检查 他竟发现死者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而且之前一直都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在三个月前正希珠突然办理了出院手续 大宝猜测正希珠这样做可能也是为了给父母省钱 殷硕听后却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三名受害人中有两位都是身患绝症的人 难道凶手的作案人选是那些生病的人吗 由于第三具的尸体还没有找到 殷硕认为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确认死者的身份 眼看案子即将陷入了僵局 化验科秀慧却在断肢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在脚腕的表面检验出了大量的优点 并且在肌肉中还发现了一柄分和头包作灵的成分 看见这样的检验结果白哥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马上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白哥告诉众人这三名死者根本就不是死于连续杀人案 听到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官员都纷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大宝像众人展示了死者背部的伤口 凶手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向警方展示自己的战利品 但是经过对伤口内部的检测 他们竟发现里面布满了慢性发炎的细胞 根据组织的检验结果证实了死者生前患有褥疮 而这种情况只有在长期卧床的环境下才会形成 所以死者是不可能自己走到案发现场的 另外警方对死者的颈部也做出了进一步的检查 他们发现脖梗断裂的程度非常严重 所以大宝猜测凶手应该是先把死者装进了行李箱 然后再到现场进行的伪造 但是一个成年人如果想要装进行李箱 就必须要把脖子折断才可以 而这也就证明了为什么死者在现场被吊尸没有一点挣扎过的迹象 白哥在深度尸检后最终确定了两名受害者的死因 都是因为疾病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这也就说明受害人是自然死亡的 而凶手只是利用尸体来布置了案发现场的一切 另外那只断角也不是凶手杀人分尸的 经过对内部的化验 白哥发现这是由于糖尿病引起的逐步溃烂 是患者在外科截肢手术时留下的断掌 在体内发现的异禀分和头包坐铃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白哥猜测凶手很有可能是通过某种渠道获取的断掌 回到警局后经过警员的大力排查 终于确定了第二位受害人的身份 死者名叫吉春英35岁 因为是国外移民的人员 所以警方才一直没有查到 通过殡仪馆当时的监控视频 警员也在凌晨两点左右发现了一辆非常可疑的车 为了尽快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英硕二人来到医院找到了这里著名的外科大夫 从他口中得知一般通过手术截肢下来的断掌都会被马上密封丢弃 而且中途不可以打开 否则就会造成二次感染的风险 可一旁的英硕却感到十分奇怪 凶手又是如何知道密封代理的就是他正要找的断掌呢 听到这句话 阴生的脸上竟突然出现了一丝犹豫的表情 而这一幕不禁让敏锐的英硕察觉到 回到警局后 白哥怎么也想不明白第一具尸体正希珠的死因 一般来说 心脏病患者如果不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是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造成器官衰竭 再结合他脸上被殴打所致的瘀青 白哥猜测当时凶手一定对死者做了不轨之事 而正希珠很有可能在反抗的过程中 咬伤了凶手的嘴唇或者舌头 这样一来 死者口中的鲜血就会掺杂着凶手的唾液基因 随后秀会对血液进行了分离实验 可当大宝看见凶手的名字时 竟然表现得十分震惊 他紧忙告诉了英硕等人 当众人看到检验的结果后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凶手居然是已经死亡两年的通缉犯吴岸上 白哥想起当年警方在抓捕他的过程中 意外发生了爆炸 吴岸上被碎片砸得完全烫化 而后来白哥在尸检的过程中 也证实了当时的那具尸体就是吴岸上 可现在的结果却表明他根本没有死 白哥的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说当年吴岸上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场假死吗 一旁的秀会突然想起监视研究所曾经发表过一种实验 如果把一个人的骨髓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大筒 那么就完全可以验出医治者的基因 如此看来 吴岸上一定做过这种医治手术 而他为了不让其他部分的基因暴露 就策划了这么一出爆炸案 可让白哥更加疑惑的是 这种手术不仅需要高超的能力 还要有一定的法医知识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做到如此精准呢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警员根据殡仪馆的监控发现那辆车子 曾经在加油站停过 可当员工把当时的监控调出来时 他们却发现摄像头的底端恰好被鸟屎遮挡住了 可是没有了车牌号的线索 无疑对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就在这时 店员突然想起那天这个人非常奇怪 不仅给了他很多的现金 就连发票都不要了 说着就把那辆汽车的发票交给了警员 随后 警员国志经过调查 竟发现昨晚在港区附近 有一辆试图偷渡的轮船没有成功 根据警方对吴岸上的了解 国志猜测对方肯定不会善罢担休 他很有可能会在今晚再次行动 得到消息后 警方提前埋伏在了港区附近 最终成功给吴岸上来了一招瓮中捉鳖 来到审讯室 吴岸上居然正悠闲地吃着海鲜大餐 完全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 他告诉英硕 两年前为了逃避警察的通缉 他便在私人医生的帮助下 完成了骨髓移植的手术 可是在东躲西藏的这两年里 吴岸上终究还是耐不住寂寞 便让手下诱拐了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 在宾馆里碰面 可没想到他在反抗的过程中 竟然咬伤自己 然而郑熙珠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他 内心压抑已久的吴岸上就狠心地掐死了他 此时审讯室外 警员也根据发票数据查询到了那个偷尸体的人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凶手 竟然是那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张东健 而且也正是有他的帮助 吴岸上才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犯罪 最终这场连环杀人案也将拉下了序幕